目前阳明大学校长领选 那因为有一些是目前他们所推荐人选 有关在资格上面 需要再请阳明大学校长一些委员会 就这个资格来再做一个认定 因为这一次这个推荐人 当选人他本身是以比较特殊条件 兼任享受教授这样的资格来任用 那这部分也会涉及到实质的 他在学术跟研究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那目前我所了解这个校长领选委员会 也会在近期召开委员会议 就这部分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认定 那之后他们如果承报到教育部 我们在一程去来做后续的处理 那因为教育部的次长还有两位校长 是教育部三位代表在领选委员会 所以外界也有问说 为什么这样子的选选过程 本经有教育部的代表 还要再从头来一次确认 委员会可能讨论 这些候选人的资格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程序 需要他们在进一步的去做 这方面的讨论跟确认 那也因为确实在这一段时间 因为目前他们所推荐的人选 在任用的条件上是比较具有特殊性 以这样兼任讲座教授的资格 这部分所以领选文会是需要 就这部分在进一步来做一个 厘清跟确认 那昨天要求国民党的立委 他们说也受到高层的施压 有这样的事情吗 就一部对各大学 各国立大学校长的选聘 一向图了他们依照选聘的办法 那也都充分地尊重各大学 所组成的校长领选委员会 这绝对没有所谓谁会去施压 谁能够去干预 我想还是回到大学 领选文会 从专业自主方面 来为大学选择出最好的校长 所以在哪里 如此 知道大家 支持您的聖聖联合 从专门小を讨压 隆联合 我们在这碗中 封并 也不要